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花一边吃 看一边讨好的问眼镜男好吃吗 眼镜男回答还可以 接着小花又去厨房给眼镜男盛饭 回头就发现眼镜男不见了 小花很是暴躁 然后给闺蜜小林打电话 抱怨自己总是遇人不熟 男人都是玩玩他就把他给甩了 小林安慰小花 小花却认为小林站着说话不腰疼 因为小林的条件是那么的优越 男人都围着他转圈 画面一转 小花又恋爱了 这次是为饭店的经理 帅气多金的小虎 由于小花的主动出击 两人发展得很快 但小花总是没有安全感 怕小虎像以前那些男人一样甩掉自己 于是就跟踪小虎来到了他上班的饭店 小虎虽然有些不悦 但还是跟着小花回到了家 两人一番不可描述之后 小花又贴心的去给小虎做饭 小虎由于工作忙 还没有吃完就走了 这让小花再次抓狂 接着闺蜜小林来找小花 两个好朋友说着心里话 但小花总认为自己处处不如小林 小林带外资企业 男友又帅气多金 关键还忠诚 这让小花的内心很是自卑 在接下来的日子 小花发现小虎对自己越来越冷淡 两人的话越来越少 坚信抓住一个男人的心 就要抓住他的喂这个真理的小花 又约小虎来家里吃饭 吃到一半 小虎放下了碗筷 不再吃饭 也不再理会小花 小花真宁的拿起饭菜往小虎的嘴里塞 这时小虎的电话又响了 疯狂的小花冲进厨房 拿出一个针管刺进了小虎的脖子 小虎挣扎了几下就领了盒饭 小花这时悠悠的说 你再也不会离开我了 画面一转 小花总觉得屋里有鬼影 十分的害怕就报了警 说自己杀了人 警察来调查 问小花尸体在哪 小花不说话 只是直勾勾的盯着墙下面的一个小洞 警察凿开了墙壁 发现里面并不是小虎的尸体 而是一个稻草人 此时小虎的家的门也被敲开了 开门的竟然是小虎和小花 小虎不是死了吗 而且就是被旁边的小花杀的 而更诡异的是 眼前的小花说自己是小林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画面一转 来到公安局 眼前坐着的竟然是小林 但这才是真正的小花 原来小花是小虎的前女友 小虎后来和小花的闺蜜小林在一起了 小花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 得了妄想症 然后偷偷的搬到了小虎家的对面 观察他家的一举一动 慢慢的还幻想自己是小林 并扎了个稻草人来当小虎 每天都生活在幻想的世界中 故事到此结束 好了 我们来看第二个故事 故事开始 莉莉每天都拿上手电 在窗台上一开一合 向对面的楼晃 一天的晚上 他发现对面也有人在晃手电 莉莉有些慌张 也有些窃喜 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 两人开始用手电进行交流 这天的早上 莉莉下楼偷听到一个男孩和一个长发女孩说分手 男孩说心里已经有了别人 莉莉听了很高兴 这也许就是那个和自己晚上交流的人 到了晚上 莉莉接着在阳台上和对面的人互晃手电 那边居然给自己画了一颗爱心 莉莉想着 这肯定就是白天看到的帅气男孩 看来自己新的恋情就要开始了 第二天起床 满心欢喜的莉莉期待着和男孩浪漫的相遇 这时有人敲门 莉莉问谁 但没有人回答 莉莉开门后也并没有人 但却发现地上有一顶红色的帽子 心想也许是男孩送给自己的礼物 第二天 莉莉戴上帽子出门 又遇到了那个男孩 但奇怪的是 男孩又在和长发女孩说着同样的话 这次莉莉近距离地观看 发现这个女孩竟然是长发的自己 接着画面闪回到了过去 原来莉莉在和男朋友分手后 就发疯似地剪掉了自己的长头发 后来就一直幻想自己和前男友开始了新的恋情 第二个故事到此结束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故事 故事开始 小海从小在孤儿院长大 身边没有朋友 而且患有严重的失眠 最喜欢干的事就是一个人在家画小丑 因为小丑永远是笑着 永远不会生气 长大后的小海在一家工厂 每天重复单调而辛苦的工作 但即使是这样 每天下班后 小海从不坐电梯回家 宁肯费力地爬楼梯 因为小海还患有严重的幽臂恐惧症 这天小海下班后 看见一个女人在外面的楼梯口对她说话 然后转身走了 晚上小海无意中扫了一眼对面的楼 发现有人在向她招手 但又看不清楚 第二天小海买了望远镜 晚上向对面看时 看见一个女人不停地在拍打窗户 神色慌张地对着自己说着什么 在白天干活时 小海忽然想到那个女人是在说救命 晚上接着看 那个女人又在重复前一晚的动作和话 这时 女人的身后忽然出现了一个男人 男人直勾勾地盯着小海的方向 小海被吓坏了 这女人肯定是被坏人绑架了 接着小海赶紧就报了警 警察并不相信小海的话 小海就叫警察和自己一块去对面的楼查看 小海不能坐电梯 只好飞快地爬上了楼 竟然比坐电梯的警察还要迅速 小海来到了那家人的门前 听到有人在喊救命 一把就撞开了锁着的门 警察也正好赶到 但屋子里却空无一人 甚至连家具也没有 一看就空了很久 警察认为小海报了假警 考虑到小海可能是出现了幻觉 只是讯泄了一番 就让小海回了家 但在回家的路上 小海还是听到有人在喊救命 声音是从电梯里传来的 然后小海被吸引进了电梯 电梯里却并没有人 小海害怕地倒在了电梯里 大声地呼喊救命 忽然身边出现了两个人 嘴巴上都是血 接着小海看到了几十年前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幕 一男一女抱着孩子在电梯里 这是小海的爸爸妈妈 接着电梯出现了故障 他的妈妈大声呼喊着救命 手不停地拍打电梯的门 此时小海想了起来 那个屋子里喊救命的女人就是自己的妈妈 身后出现的男人就是自己的爸爸 紧接着电梯从十几楼的高度快速下落 爸爸妈妈被摔死了 但临死前却把小海高高地举起 小海因此得救了 画面回到了现实 小海在电梯里泣不成声 十几年前的那场灾难 尽管小海想刻意忘记 但根本就做不到 多少年了 小海一直不敢坐电梯 一直不敢回想这一切 现在走入电梯的小海反而是人了 影片的最后 当工作人员打开电梯后 解开心魔的小海在里面安详地睡着了 就像一个孩子 故事到此结束 本片由香港鬼片之父彭发指导 从故事讲述到画面剪辑 可以说是很见功底 据说看过这部影片后 如果心慌气短 说明你也有着或多或少的焦虑 作为成年人的我们 面对着工作 生活上的压力 心理亚健康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大问题 该片也从这一层面 表达了对当代都市青年 特别是空巢青年的人文关怀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继续 继续 anta